环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前成功級艦長 王臻輝艦長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王上志 上志哥 思敏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台北市議員侯漢廷議員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這一節 我們持續來關心烏惡的戰爭 持續的交火之下 現在我們要來看到是 中國大陸有望成功扮演 何氏佬的角色嗎 讓這場戰爭燒燒看到停火的曙光 我們來看到是中俄五月峰會的 前一個月雙方高層的店鋪 已經開始如火如荼般的展開 上一集在觀眾朋友看到的是 中俄外長將會見上一面 那俄國的外長拉夫羅夫 他是立刻拋出了議題 直接大讚說 中國他在去年發布的一份報告 這當中包含了提到12點的原則 還有立場 那強調什麼呢 我們來看到面板 他特別提到了說 各國的主權 還有摒棄冷戰的思維 停止戰火 還有要來做和談等等 一共講了12項的主張 拉夫羅夫認為說 這是目前為止 他說最明確 而且是合理解決衝突的一項計畫 不過話鋒一轉 他也諷刺說 責倫斯基你提出來的和平的公式 是一份你自己想要什麼樣的菜單 這集我們要來帶您關心這場 烏俄戰士接下來可能的發展方向為何 先來請教議員 為何俄國這時候會點名中國來當調停的人 北京會選擇這個時候深入險境嗎 最主要是因為在今年5月份的時候 即將會有中俄的元首峰會 然後在4月份拉夫羅夫也會來拜訪中國大陸 要跟王毅碰面 那麼其實在這兩天 中國大陸外交部的部長助理 以及俄羅斯的外交部副部長 也在北京召開中國俄羅斯安理會的相關會談 那談的不外乎都是為5月的峰會來進行種種的鋪墊 因為當前不僅是中俄兩國本身的關係 而是因為目前全球不僅面臨著俄烏 尾巴 鴻海等三大的衝突 所以中俄身為全球目前非西方的主要的理事國的成員 目前是承擔著在全球聯合國當中 最佔多數非西方國家的主要的責任 所以你說俄羅斯為什麼要點名中國大陸 那尤其是在俄烏的關係當中 目前全球有實力 有擔當 有能力 並且有資格 而且還沒有跟著美國來制裁俄羅斯的 也只有中國大陸了 那其實中國大陸的立場 從兩年前的戰爭一開始 至今為止如出一策 始終如一 都是要求儘快的停火 協商 和平 人道 那麼在去年的時候發佈了12點的立場 更為的清楚 西方都會說你看這個大陸是站在俄羅斯這一邊的 但是對於中國大陸來說 他認為自己是比較公正 因為他只是不跟著美國去制裁俄羅斯 只不過在西方的輿論圈當中 你不跟我制裁 你就是挺俄羅斯 但其實對大陸來說 像目前俄羅斯佔領了烏東的四地 大陸也沒有承認說那四塊土地已經是俄羅斯的 所以對12點來講 第一個所謂的尊重主權這方面 那到底對烏東四地是如何的談判 其實還是交由烏克蘭以及俄羅斯雙方去做爭端 那最重要的是第二個 摒棄冷戰思維是什麼 也就是要求烏克蘭不要再加入北約 也要求北約不要再無限制的擴張 那當然停火止戰 啟動和談 這都是應有之意 還以上關鍵的叫做要摒棄單邊的制裁 也就是目前全世界對於俄羅斯的各種的制裁 商業制裁或甚至到藝文的制裁 對大陸來說都已經遠遠的不可思議 甚至已經超出了過去美國自己所說的 什麼人權 自由經濟等等的 所以對於俄羅斯來講 那只有中國大陸所提出來的 當然是比較對俄羅斯友善的方案 那可是同一時間對大陸來講 對俄羅斯這個叫做人治益盡 那麼對烏克蘭也算是公平公正 為什麼呢 因為烏克蘭在這兩年內 也不斷的尋求跟中國大陸之間的一些協商跟幫忙 因為烏克蘭也知道美國不幫他 他也沒有辦法讓這場戰爭結束 而在全球有話語權能夠使得和談落下據點 或者是讓和談落到實處的 只有中國大陸來牽這個頭 只不過你說中國大陸 那實際上他會在什麼時間出手 或者他會讓自己參與到多深 我認為很有可能是像在過去這兩年 中國大陸對待中東的一些緊張的國家 讓他們和談 那就只看什麼樣的時機點更加合適 好 和談要落下據點 現在靠的就是中國大陸戰友 非常承擔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們來繼續看到 大家觀眾朋友看到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中國大陸提出的12點主張 雖然是高舉說主權要完整 但是我們可以感受到這個態度上面 還是希望兩國能夠就現狀來和談 不過我們也確實看到現在 烏克蘭的狀況對他很不利 這戰爭事實上已經打了兩年多了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烏克蘭的部分 已經嚴重消耗他的國力了 不管是人力的部分 彈藥等等都越來越不足 那我們來看到俄羅斯的方面越來越強硬 那另外一邊是這個本來的後援國家 美國還可能隨時是雨天收散 所以我們要看到現在對於烏克蘭來說 要扭轉局勢有可能嗎 怎麼樣可以把自己放在比較有力的位置上面 上次哥 我們現在來看其實烏克蘭應該是 歐國戰爭開打之後最低谷的時候 我們從幾個角度來切入 首先第一個真的是歹性脫膨 這個部分已經打了這麼久的狀況 我想這全世界經濟 政治各方面都隨之陷入 這個東西其實到現在的狀況 這個歹性脫膨開 我們很明顯從澤洛斯基他自己本身的國際聲望 現在這個號召力 各方面的票房 甚至他在YouTube上面當中 他點擊率都很明顯的掉 我想這是最直接的 第二個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中東戰爭 我覺得現在中東戰爭當中越來越驚人 而且這裡我們看到了全新的難民 再加上最近現在已經 以色列在前幾天的部分已經開始攻擊 伊朗去敘利亞的大使館 可以說以色列跟伊朗戰爭已經併臨在即了 而且這一天當中所有的金價油價都烘台的死去活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更吸引大家注意的國際戰爭 其實是在中東 烏克蘭的戰火這段就相形見處了 對上我想大家還有個潛在的東西 就是說在所有的軍援特別是美國的軍援的過程裡頭 烏克蘭有太多弊案了 這當中雖然是個潛台詞 可是在國際的觀感上面來講 澤蘭斯基你自己跟你老婆到底有沒有貪污 也許還不知道 但是你最親近的人 包括這些將領參謀總長來講 全都貪污一列都換掉了 這個東西其實是由上而下 大家的信任度降低 當然第四天我覺得最大關鍵的就是俄軍 我想在前兩天 包括在美國的印太沙皇坎貝爾 都具體的表示說 現在俄羅斯在整個打戰當中 滿血恢復 彷彿恢復到在一開始 比之前的戰力 武器 戰技 戰術 各方面是全面的碾壓 這是坎貝爾自己在前兩天 才剛剛說出來的東西 我想這裡頭還有最主要的東西 影響最大還是莫斯科的 這個恐怖攻擊事件 俄羅斯在昨天 也就是在4月4號 剛剛又逮捕了三個人 總共現在逮捕了11個人 台灣媒體算不太多報導 可是在中國大陸媒體報導很多 總之現在俄羅斯沒有放棄 一直追查把整個這11個人 很明顯這是個任務編組的東西 是個訓練的東西 它不是恐怖的這種 所謂這種恐怖主義集團 他們帶人肉炸彈這種的 所以順藤摸瓜應該很快就會摸到 背後是烏克蘭的意志了 所以輿論戰就失去了所有的正當性 剛剛這幾個部分加起來 再加上美國政府很明顯 應該感受到拜登政府最新的冷淡 因為看起來烏克蘭戰爭 軍援烏克蘭不只在參眾院 現在受到共和黨的部分的反對 現在在美國的民意的 在選舉票房上 似乎看起來也沒有很大的刺激 班農政府包括布林肯等等 最近以來對於烏克蘭關切 公開談話的這個密度減緩太多了 所以看起來烏克蘭的部分 不只話語權失去 未來的無論軍員 後來整個國際聲勢當中的聲援 都會大大的失去 好 上次剛剛幫我們特別提到 這個俄國現在高官是滿血恢復 相較於俄羅斯的部分 現在烏克蘭則是士氣低迷 尤其是在軍方這邊 會不會慢慢的走向 另外一個比較危機的一個境界 我們等一下請艦長來幫我們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說這個烏克蘭的部分 逐漸喪失他這場戰爭的控制權 但是我們看到澤倫斯基 他沒有要讓步 而且他最新又簽署這個法案 說烏克蘭徵兵人靈 他要從27歲再往下修到25歲 剛剛提到了 烏國現在高級這些官員 他們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他們對於這場戰況說 他就算徵兵了也起不了什麼作用 甚至這些高階官員 直接公開承認說 自己已經沒有新作戰了 可以感覺得到 現在士氣非常的低迷 整個三月份做的統計 烏克蘭現在承受巨大炮火攻擊 俄羅斯向烏克蘭的部分發射了超過 3000枚的導引航空的炸彈 還有600架的無人機跟400枚飛彈的攻擊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前線非常的吃緊 烏克蘭國家領導人高階官員 無心作戰 這是一種向西方國家賣慘的策略嗎 我們現在也來觀察說 烏克蘭自己內部的政治跟軍事的部門 是否出現了一些態度上的嚴重分歧 艦長 我從二戰的時候 我記得一個印象很深刻的 就三分五十六 日本的一個很有名的海軍將領 他到美國走了一圈 看到了很多地方有煙囪 他回來就積極的建議 他們當時的軍政府 軍國主義 絕對不可以跟美國開戰 為什麼 他的國家的實力太強了 是 然後再看這次俄武戰爭 以及我長過多年來 我所了解的這些戰爭 我越來越感覺 不要跟一個大陸國宣戰 什麼叫大陸國 不是說它大而已 大陸國基本上它包含三樣東西 土地非常大 人口非常多 資源非常豐富 全世界我大概掐指整個算完 大概有兩個A咖大陸國 中美 還有兩個B咖大陸國 印度跟俄羅斯 那俄羅斯越打越打 它反而從B咖打成 快要打成A咖去了 為什麼呢 因為像國際線對這些國家的 所謂的經濟封鎖 你封鎖不住 它國實在太大 你要從哪裡封鎖它 所以封鎖很困難 第二個 你要軍事去佔領它 也太困難了 俄羅斯現在打了這兩年了 實力越打越大 你是烏克蘭 如果你是烏克蘭 我表示軍人那些專業的 實際在戰場 你感覺到彈藥也好 人員的傷亡也好 這些都算了 就從我們這樣子去看它 你認為烏克蘭會贏嗎 那如果我是一個軍人 你為什麼要叫我去打一場 絕不可能贏的戰爭 不可能贏 你只是看我們打得輸多慘而已 撐多久而已 你絕不可能贏 所以你與其說 他們說他們無心打 不如說他們再找一個理由 他反正找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但是畢竟你要叫他打 他還是會打 軍人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他所有的行動都告訴你 這場戰爭是不能夠打下去的 因為你不會贏 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 如果你是烏克蘭 哲倫斯基 你能不能告訴我 你認為你的贏是什麼 你要打到什麼地步 你根本不可能贏 那你為什麼要一直要拖著打下去 只不過因為政治層面 北約美國逼著你們繼續打下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愚笨的一個方法 其實台灣應該想想這相類似的問題 好 現在烏克蘭戰爭持續打下去 俄國甚至從這個B卡的軍事國 變成了A卡的軍事國 現在我們也要看到這個後援的部分 剛剛界長幫我們特別提到 除了美國之外 美國現在不太可能 我們來看到北約也佔有一個關鍵的地位 北約現在最新的布局是在4月4號這一天 北約的外長們齊聚 這一次他們聚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總部 他們要慶祝北約結盟75週年 這一場聚會上帶大家特別來看到面板的 這個秘書長史托騰伯格提議 接下來要設立以上1000億歐元的基金 在未來5年他說要來支持烏克蘭 這會議上面還有做一個設想 是說接下來年底這個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如果川普又進入白宮 是否就會放棄烏克蘭 那史托騰伯格這時候就趕快提議說 將美國所領導的這個防務小組 乾脆改由我們北約來自己做接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北約越來越不信任這個美國了 未來北約的角色會變得在這當中 歐洲國家更吃重嗎 議員 首先充分展現了北約當前 對美國領導力的質疑以及不信任 否則的話就不會提出相關的案件 而再來北約的秘書長 他在卸任之前提了這案子 展現了他的遠見 同時也是跟美國叫板以及叫牌 如果你再不幫助我們 那麼我們北約對於烏克蘭的事情 我們就自己幹 那美國近期做了什麼事情呢 首先是美國的國會 延遲批准對烏克蘭軍援的600億美元 讓哲倫斯基大喊吃不消 那你如果不幫我的話 我可能就要輸了 再來也是在這兩天 美國的沙利文直接宣示 如果美國幫助烏克蘭的話 很可能會導致俄羅斯 對美國發動核攻擊 所以美國不會繼續的軍援烏克蘭 那這些新聞都讓這個北約覺得 不是美國要來支持我們嗎 美國不是老大哥嗎 怎麼現在你撤退你收手了呢 而且另外一個未來更加不確定性 難以預測就是一旦川普上台的話 那依照過去川普對北約的態度 川普很可能就會終止對烏克蘭的援助 甚至也會直接終止對北約的相關事物 所以北約當前他有自己的利益存在 他認為呢 繼續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和投資 能夠鞏固北約內部所有成員國之間的團結和合作 那因此才設定一個 這是長達五年的軍事援助 而這所謂五年千億的計畫 目前也只是提案 還沒有得到大多數成員國的支持跟同意 那所以如果美國當前不同意的話 既然呢你要掌控我的武器小組 我是不同意的 那麼未來你想要繼續軍援的話 那麼美國也可能會施加影響力 所以當前這個提案 可能也不會如此順利的通過 好 簡單來說 現在北約就是要靠自己 也不信任美國了 怎麼會這樣 本來他是北約最重要的主事者 現在沒有人要相信他 信任度越來越低 尚志哥怎麼看 其實我在看有關這種軍事同盟 或者大家開始北約跟美國決裂 其實大家過去看了一些政治議事 比如川普的部分的上台之後的態度變化 我看了不同我看來是錢 在這次當中其實我覺得最新的部分 就是這1000億的這個北約共同出錢基金 而叫長期維持 當你有這樣子的表示說他們的不安 其實你說川普到底是先前跟北約的兩者結在哪裡 其實就是軍費 就是特別是在軍費這方面 政治意識上當中可能說三道四 可是最紮實就是錢 所以大家其實在看待到底在北約當中 跟俄羅斯的對抗程度 當然是軍事層面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我如果是我 我會仔細來看 無論這個部分的議案或提案會不會通過 但是有沒有朝向北約自己在自酬共同經費的 軍費的這件事情當中 會是個很清楚的部分的指標 我個人是補充說明 但我覺得現在當然信任 無論如何是在於被川普先前算了 在上次的時候大家都很難想 其實不只是北約 全世界現在包括日本 韓國現在跟美國關係很好的 都對於川普一旦如果真的很有可能選上之後 可能在整個印太地區就有很大的這個部分的變化 包括中國大陸說不定也同樣在期待 不過我覺得覺得注意的 還是北約的這個自保集中的動作 與其說是因為美國太多的轉變 倒不如說最近我剛剛提到的俄羅斯越來越強 其實包括在昨天的時候 在整個克里姆林宮俄羅斯當中的新聞秘書 這個人叫做佩斯科夫 又再度表達了說他們正式的表達說 是現在北約跟俄羅斯正式進入對抗 也就是說最近這個緊張程度 我們不只看美國的態度鬆散 而要看主要是俄羅斯越來越強硬 不再只是針對烏克蘭了 甚至整個現在在點名叫板北約 而在點名叫板北約當中 可能很直接的就會跟芬蘭最近 其實有大的關係在這個邊界上 所以這樣子的來自於俄羅斯的壓迫 這個壓迫的程度 我認為才是北約現在越來越 往自己互相取暖這樣子的方式 而不再指望美國的最核心的原因 好 俄羅斯現在越來越強大 也讓這個北約跟俄羅斯 現在正式的進入對抗 這當中還有一個國家非常的關鍵 就是原本都是持中立立場的芬蘭 他放棄過去中立角色 要再加碼幫助烏克蘭 我們來看到這個是芬蘭的總統 史塔布在4月3號他說 訪問了烏克蘭基辅 那他還簽了10年的軍事協助 加碼協助捐贈該國1.88億歐元 另外還提供155公里的炮彈 建長怎麼看 為什麼芬蘭這個時候做出這麼大的一個改變 本來中立國現在突然間改變他的態度 那他是嫌歐洲國家動作太慢了嗎 自己來介入算了 提到芬蘭 其實我們應該向這個國家敬禮 因為1940年的時候 俄羅斯那時候是非常強大的國家 他那時候的正規軍 就他的軍人 正規軍 比芬蘭的人口還要多 然後1940年他去侵略芬蘭 他認為這是很簡單的事 結果芬蘭打得非常慘烈 但是俄羅斯的傷亡更慘重 最後四個月之後 俄羅斯是一個非常不光彩的慘勝 然後推兵走了 他也走了 然後大家簽了一個和平協議 然後這個東西可以看出一個就是 芬蘭對這個是印象刻骨明星 現在俄羅斯突然又表達出 他的一個侵略的這種的慾望 第一個感覺到危險的 受威脅的 當然是芬蘭 因為他在最上面 不像如果你在波蘭 旁邊還有這麼多國家卷在那裡 他上面就是單獨的一個在上面 他立刻覺得 哇 存亡此寒 萬一他對我們動手怎麼辦 所以他原來是一直保持中立的 他不希望去招惹俄羅斯 因為這個國家實在太大了 他不要去招惹他 那現在可能覺得 如果這一趟烏克蘭輸掉 俄羅斯會不會覺得 你們北約其實也沒什麼 那如果我要動手的話 我直接往中間這個地方推往波蘭 敵人太多了 哪裡最好 上面 上面 芬蘭 所以我覺得芬蘭這個時候就有 存亡此寒的這種感覺 所以他就特別的積極 但是他積極坦白說也是很有限的 1.88億 這沒有多少錢 重點還是在美國的那600億 是 美國的600億是立即的 很大量的 所有北約承諾的都是一個 小的1.88億有什麼用 或是一個好長的時間 給你1000億 那也緩不計及 美國最重要 美國這個錢如果最終沒有撥過去的話 我認為這場戰爭很難打下去 那烏克蘭也就輸掉了 謝謝建長的補充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這一節加入我們的是 中基因院科技政策評估中心副主任 戴志言副主任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各位朋友這一節我們來聊聊 美中科技競賽除了在晶片領域 當然還有在深層式AI的突破 大家熟悉的 比較熟悉的版本是美國的ChadGPT 還有中國大陸的文心議員 我們先來看到更傳出 蘋果科技大廠Apple 將會來攜手百度 接下來是說這個iPhone16裡面 還有iOS裡面會導入文心議員的模型 看得出來現在蘋果面對中國本土品牌 華為MAT60 Pro手機競爭 導致銷售暴跌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一月份蘋果手機 中國市占僅剩下15.7% 排名第四 因此庫克目前正在試圖用各種方法 和中國廠商展開合作 這樣做能夠稍微挽救蘋果的頹勢嗎 今天專家來做解讀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百度的創辦人 這一位是李彥宏 李彥宏他近日受訪對於坊間說 這個卻GPT跟文心議員 有著天囊之別的這個言論 他說他不會生氣 只是希望能夠在一年之內 要改變這些人的想法 李彥宏他也坦言說 文心議員目前確實在英文上面的訓練數據 是沒有卻GPT這麼多的 但是在英文方面有差距 但是文心議員在中文上 已經明顯地超越了卻GPT 好 李彥宏他也宣誓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在一年之內 讓所有人要對文心議員刮目相看 背後有什麼樣的底氣 像這個 比如說我們在討論文心議員 或討論百度 我覺得在中國大陸 你在討論任何的最新的技術或企業 你就要討論他的這個 實際上的這個掌門人 我們要看李彥宏 李彥宏是這樣子 百度在2000年1月1號成立之後 現在已經20幾年了 早些都覺得他就Copy Google的部分的搜尋引起 他也沒有全然否認 但始終也就用自己的方式走出這條路 但是李彥宏我要講的部分 我不是我要講他有個特殊之處是 他才去年底才剛剛結束了兩任的政協委員 也就是說我先從政治角度切入 主要是在於說這家企業第一個部分 他的角色一方面從21世紀開始 跟中國的所謂.com 跟經濟同步一起起飛 他也享受了這樣子野蠻生長的這個紅利 二方面在看所有百度在整個掌握自己的發展 跟國家政策所謂在北京方面 以及各當中的這種邊界禁忌 譬如說在國外都很在意百度的一屆 什麼敏感詞彙六四天安的習近平 這些東西其實他都拿捏得很好 在歷來這些年來當中 只有一點點因為商業的這種搜尋的部分 有被處罰過 所以在基本上其他部分 他都是配合的國家政策來進行 我為什麼這個角度先切入呢 因為這個切入就知道 所以在現在這個階段來講 我相信包括文心一言 他的這個角色不只是在中國大陸的 民間企業的一個應用 他當然是跟隨著中國整體的科技力 一起來進行國際對抗或國際競爭 看上去是確實在對抗 可是我認為背後有中美對抗的意義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要講說在這個長時間當中 中國大陸作為他自己 每年他現在百度當中 每天的這個所謂的活躍的 在中國大陸為主的使用人口 都是超過六七億以上 所以他基本上也是中國最大數據的 這種訓練 所以他這方面當然有他自己累積下來的強度 雖然他AI反而比較慢 可是作為大數據這件事情 在百度當中他可是投入非常長的時間 從大數據轉換到現在AI 我想這是最基礎的工作 第三點我要談的是最大關鍵的 就是說事實上在這一次 兩會三月剛結束之後 有關於在整個中國大陸國家提出 新職生產力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是什麼 從我的詮釋最核心其實就是科技力 那麼科技力當中配合剛剛整個 北京或中國大陸國家的發展性 AI的應用不要說我們看到現在 整個文心議員已經有超過1000多萬個開發者 在中國境內 也有25萬以上的這個企業相關的應用的 付錢給文心議員的 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所謂國家要發展的製造業 航太業 科技業這裡頭所運用到的AI 我相信其實百度是不會缺席的 事實上以百度的這個紀錄長叫王海鋒 他在最近才剛剛接受訪問 當中一提到那麼李彥宏當然是講他整個發展性 可是在講技術性的當中我們有看到 他們現在對於包括企業運用 運用 大眾運用 因為大眾都是在聊天嘛 可是企業運用的東西所開發出來非常多 我講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前一陣子剛好有人把ChatGPT 包括文心議員還有幾個全世界 現在很主要的這個AI 一起出題目給他們 出一個很狠毒的題目叫做 如果你是父母 你仿一個父母在罵小孩 批評小孩 很嚴厲的批評小孩的部分 你們會怎麼做 大考題 所以ChatGPT這些就罵了 可是你看文心議員 他也是狠狠的罵小孩 可是他就中國父母是 你在什麼什麼祖宗八代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是他的罵法跟ChatGPT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就知道我剛剛講 我非常相信李彥宏在中文的語境 語意 比這方面的AI應用上 至少在中文人看的話 還應該是比較順眼的 應該是比較接地氣 這些技術通常最早是來自於 自然語言的這個學習方法 所以變成說我語言的斷句 比如說中文跟英文裡面 其實英文可以去拆解它的聘音字母 然後它變成不同的標記 去理解整個句子 但是中文基本上就有趣 因為我們可能一個字有好多個意義在裡面 所以會變成說在訓練的基礎上 其實長得會不太一樣 另外就是說在資料的這種自由度上 就是說因為在英文的資料上面來講 基本上它所學習的那個data 比較沒有受到所謂的管制的問題 你看現在中國大陸的這些語言模型裡面 其實基本上涉及到跟黨定義的方向不太對的 或者說這個它覺得認為是敏感資訊的 它基本上在訓練的過程裡面 就把它排除掉 所以這個在發展上面來講的話 語境語意 還有資料的自由度 這個都會影響到後面這個模型 在應用上的一些可用性 再來就是說在整個應用上來講的話 其實這些技術最後它都要能夠落地回來去用 也就是說當人很自然的 跟這樣的一個技術在做聊天的時候 他可以很清楚的去告訴我們 我們講的語言是同一類的 即使拿中文來講 中國大陸這麼大 北方跟南方的用詞其實不同 台灣跟中國的用詞也不同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後面必須要再去改善的 除了百度之外 我們也看過幾個有趣的case 比如說中國大陸某些在做AI訓練的人 他們說其實最好的訓練的素材是什麼 是聖經 因為全世界都有聖經 但是經過不同的翻譯的時候 其實這些版本都會有拉丁語版 英文版 德文版 甚至中文版 但是大家講的事情應該是差不多 而且都是有一個共同的基準去做編排 所以有人就拿聖經這件事情開始訓練我的模型 這個東西其實也會造成後面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在這些模型訓練的時候 我們到底用了什麼樣的資料去建構起來 以及他能夠回答的這一些內容跟範圍上 是不是被限制 這個其實也會看出未來的分流的一個狀況 好 我們持續來看到文心議員 現在也開始嘗試跟軍方合作嗎 這是來自於香港南華早報的報導 說這個文心議員被解放軍的戰略支援部隊 拿來訓練軍方的AI系統 當然這個消息出來只有百度是否認 股價也因此重疊10%左右 他說沒有 我們沒有跟解放軍合作 特別請教舰長你怎麼看 這個文心議員這種深層式AI 如果是以軍方來說 這個有什麼樣的軍事價值 首先現在大家對AI的定義太廣了 這個也是AI 那個也是AI 但是其實AI最說酸的就是一個 它將來要取代人類的一種電腦的這種智慧 那你AI說是文心還是協力機密 不是 它AI軍方一定有它自己軍方的一個 專門去生成的一個作戰的一個幫助 它第一個明顯看到就是無人載台 現在的無人機 對不對 無人 最近日本它用了一個無人狗 你沒看到 咔咔咔咔在那裡跑 這些將來都很厲害 無人艦 全都是無人 無人的戰車也都出來了 這個是已經都很成熟了 你都已經看得到了 但這還是吃藥 因為這是單一的一個叫做載台 真正我認為將來最影響戰場的是 全自動化的作戰指揮系統 像現在我們在橫山指揮署 你去指揮一個作戰的時候 你想想看我是一個指揮者 我在這裡看這麼多螢幕 這麼多資料 這麼多兵器在那裡 同時發生這麼多事 你要叫我如何做出很正確的決定 很困難 可是這就是AI的長處 現在實際上全世界早就已經有 這種叫做全自動化作戰指揮系統 但是還沒有到非常成熟的地步 但是AI的好處就是它會進步 我們過去五年前那個跟笨蛋一樣的 現在可能可以打到了跟少將的這個水準一樣 再隔五年它可能是上將 再隔五年它可能跟孫子一樣 因為它一直在成長 這個才是將來對戰爭最大的一個改變 但絕不是所謂的所謂的文心意言 Chair GB不是 它一定有他們自己完完全全的一個所謂的 AI的作戰指揮系統 好 AI除了用在軍事上面 未來也可能會放在就是 手機的這些消費性市場裡面 我們先來看到 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蘋果 這次找向這個AI來做合作 這個百度這間公司 來進行AI上面的合作 那同時採用的就是文心意言的模型 剛剛提到的這個蘋果近期銷售市場 在中國大陸確實是不好 這樣可以立往恍然嗎 議員 蘋果為什麼要找到百度 不外乎是三個原因 第一個最關鍵就是 它必須要合乎中國大陸的法規監管 因為未來的蘋果 在全世界其他地方 它當然是用ChatGPT的系統 可是在大陸是不能用GPT系統 所以它只能夠找大陸 已經合乎法規的相關AI系統 那於是找上了百度 最主要符合法規的規範 而第二個是百度本身 在內部是具有優勢的 據傳蘋果先前也問了阿里的 然後也還有找其他的 但最後還是選擇了百度 因為百度本來它跟三星 榮耀也都有合作 而且目前百度在大陸 就是所謂的文心意言 它的市場也相當不錯 用戶超過了1億 甚至有超過37億的文本輸出 以及有超過3億行的代碼 所以百度具有優勢 再來第三個因素 是因為過去蘋果跟百度 就有合作過 其實從IOS 6的系統開始 大陸的蘋果 Series它內建的就是百度的百科 它的瀏覽器內建的就是百度的網絡 所以過去有合作 接下來合作應該也是理所應當的 那麼對百度來說 好處在哪裡呢 第一個當然是消息一出來 百度的股價就大幅的上漲 主要是拿下了AI的服務器之後 拓展了龐大的市場 其實文心意言在大陸也面臨到很多的競爭 包含像是抖音的豆包 或者是Kimi 附帶一題其實文心以及豆包 我自己都有在用 其實還蠻有趣的 其實蠻好玩的 那裡面甚至會跟GPT 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比如說這個我常常會說 請幫我寫一篇 批判政府店價上漲 這個名不聊生的這個文章 文心意言就伸不出來 但GPT就可以伸得出來 但我反過來我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伸一篇 就是批判美國打壓華為的文章 那文心意言就能夠伸得出來 那卻的GPT就伸出來的 就比較怪怪的 所以這大概就是可以理解 但是我如果說 請幫我寫一篇 批判民進黨的文章 文心意言就能夠寫 但GPT就寫不出來 所以這都是不同系統的一個有趣 有趣之處 對 是有趣之處 可以細細的玩味跟拿捏 但我認為對文心意言來說 跟蘋果最大的好處 就是它的軟件 終需要跟中端的硬體來做結合 所以比如說抖音的也好 或者是阿里也好 它如果沒有一個配合固定的 中端的話 那它的市占率畢竟會比較小 所以百度未來等於確定 你只要是買蘋果的手機 它就一定會有文心意言的這個系統 可以合作 所以這是相較其他可能 抖音的或者是Kimi的 或者是其他的 那這是文心意言跟拿下的蘋果 它的最大好處 好 謝謝議員的補充 幫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美中之間 戰略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東西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今天在環球發展節目 好 這一節我們來關心 美中晶片戰火持續之下 為了抑制中國半導體發展 美國再祭出一波又一波 嚴厲制裁 還記得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前陣子 才剛和荷蘭總理呂特會面 雙方達成的脫鉤斷鏈 非選項的一個共識 這讓外界猜測荷蘭是否可能會來放寬 對中出口紫外光機 這看在美國眼裡是讓美國緊張了嗎 最新我們也來看到路透社的報導說 美國又出手了要求盟國荷蘭商 再加大對中國的限制 這一位是由商務部的官員 是艾斯特維茲 我們來看到還有白宮的官員等人 組成的代表團將會在下週出訪荷蘭 並且打算對荷蘭要提出幾個具體項目 大家觀眾朋友看到一共是幾點 第一點說要新增禁止出口的黑名單對象 第二點停止對新增的中國晶片廠提供設備 最後甚至是原來的這些機器 也要停止對這些客戶的機器進行維修 這一節我們要一次來關心 在美國的制裁之下 荷蘭商艾斯莫爾乃至 美國自己的企業NVIDIA 如何在美中競賽之間做抉擇 接下來中國國產制的晶片前景又是如何 先來請教主任怎麼看 現在說商務部白宮都先透過媒體放話 要進一步影響艾斯莫爾的光科基出口 中國大陸是感受到什麼樣的危機嗎 主要還是因為在過去他們所限制的 這些技術上來看其實都還有它發掘的潛力 因為雖然它限制了EUV這些機器出去 等於明擺地跟你講說 你只要比較先進的這些製程 我都不讓你發展 但是後來的發展你會發現說 其實我上一次限制你的DUV的這些設備 你也可以做到7奈米 甚至有潛力做到5奈米的時候 他就開始思考一下說 這件事情是不要同步去管制 所以前這些現有機器的耗材的這種替換 然後它的維護 其實都開始放在這個禁令裡面 去做一個討論 這主要的目的當然還是在於說 它要脫緩中國在目前這些先進製程的 一個比較明顯的發展 但是反過來看的時候 其實中國在過去的幾個大型的 國家計畫裡面 包含它自己的大基金也好 還有它的幾個五年計畫裡面也好 都把半導體設備的自主化 當作是一個重要的政策 所以它其實在光科技的這個行業裡面 它上下游已經有一些先進製造的一些單位 嘗試再去做這樣的一個技術開發 數量雖然不多 但是它開始慢慢的已經跨進去了 比如說原來28奈米 14奈米 它可能有些設備 已經開始能夠自己往前走 所以這個禁令其實一則一則一憂 就是說看起來美國還是很care 就是說中國大陸如果透過荷蘭 再取得先進製程的話 它目前的這些晶片戰爭半導體 產業的封鎖的這個禁令 可能會有個破口 失效 對 但是另外一面來看的話 可能它也會造成 中國開始去思考說 我是不是要更大力的 透過一些方法來突破美國對我的封鎖 就像當年韓國突破掉日本 在半導體跟面板上的封鎖 它就開始進入到這個行業來 所以這個其實是變成說 中國本身也在做一些突破 除了光刻機之外 其實所搭配的這些EDA的軟體 還有後續的這些設備 跟材料的自主化 也都是它未來會想要去投入的 重要的方向 所以這個都在C-base 我們講的那個C-base的這種 以C為基礎的這個製程上 如果你再把眼光放到 所謂的公力半導體 像SIC 像這些比較新的第三代 我們講的第三代半導體 以這一類的發展來看的話 其實中國在某些領域上面 它反而已經開始有它的主導性出來 包含這些原材料 甚至是它的某一些 關鍵技術的設備 包含這些掌金的設備 都有可能它變成是國產化的一塊了 所以兩邊的競爭 其實你會發現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博弈 就是在原來的這種 細微基礎的半導體的技術上 美國想辦法把你封死 但是基本上在其他領域的這些半導體的技術上 中國也一直在投資 希望擺脫掉美國對我的封鎖 那更往下走去看一些細光子 或是量子計算的時候 但這些東西同樣的 中美也都幾乎在同一個起跑點在做競爭 所以這個戰爭其實目前看下來 應該還是打不完 現在看起來中國大陸 就算不用到EUV的光刻機 也可以透過DUV 來想辦法做到5奈米製程 這是中國大陸現在國產化自己在努力的方向 那荷蘭那方面 它現在在美中之間都互相給壓力之下 應該要怎麼來做抉擇 可以達到雙面桃好嗎 尚志哥怎麼看 其實我們在看到EUV的光刻機跟荷蘭 要知道我們不能把它合在一起看 因為現在EUV跟荷蘭 這個企業跟這個政府 最近可能是吵得死去荷蘭 然後EUV的吵著 可能要移到法國去 不過我們首先來看 就像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 因為呂特剛見的習近平 我們最近要在整個 大概在兩會之後 要看到整個中國大陸的變化 現在包括前兩天 習拜的電話通話 我們很清楚開始感受到 中國大陸對於科技跟中美科技的打壓 或競爭這個部分 已經上升到習近平層次 對 我覺得這個東西在這幾天 我們要特別關注這一點 因為他在所有公開講話 包括見人 包括見呂特 而且呂特的角色很特殊 因為呂特很有可能是 下一任北約秘書長的 很有力的部分人選 這就會使得荷蘭這個國家的角色 不是只有光刻機 它跟北約的部分的關係 也會變得很緊密 所以這個動輒得救或動輒重要的部分 所以現在荷蘭很頭痛 不過我想最主要的還是因為 還是來看光刻機的事情 我覺得現在因為 不知道荷蘭自己內部的反移民政策 所以一開始很嚴格 這使得艾斯莫爾找不到技術員工 不能減稅 然後包括現在在他們所在的工廠 主要的位置 那個地方基礎建樹 沒有高速公路 房子 店都經常斷電 很難想像怎麼在荷蘭 對於艾斯莫爾這個地方 這麼樣的落後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最近荷蘭政府剛剛 又宣布減緩了這個移民政策 放寬鬆 擺明的其實是為了艾斯莫爾 但是這裡頭還是要注意到 現在艾斯莫爾 你說他真的是聲稱 要移到法國與否嗎 我覺得也就是說 美國如果對荷蘭施壓的話 艾斯莫爾會不會走 要知道2018年的時候 包括殼牌 包括聯合力華 這個在歐盟 他們在歐洲最大的總部 原來在荷蘭很多年 也就是因為這些政策很討厭 他們最後都移到倫敦去了 實際上有可能走 你但艾斯莫爾走到法國 你荷蘭還有什麼用 所以而且要特別注意到 無論如何現在美國的壓力再怎樣 我們看實質 這個對艾斯莫爾股價的影響 其次最後看在中國現在 現在已經有大概1500台的DUV 未來到明年之前 還會再多加600台 將近2000台 而且現在整個艾斯莫爾 在中國大陸的員工超過2000多人 台灣大概是4500到5000人之間 所以在這個實際 員工的比例 就會凸顯出這個市場的比例 雖然沒有台灣的這邊的人口 艾斯莫爾這邊的員工那麼多 但到2000多人2000多台 這個部分怎麼可能說說斷就能斷 所以沒有像想像中 美國施壓荷蘭就會買單 事情還挺複雜的 好這牽扯到一邊是荷蘭的政府 一邊是荷蘭的企業 同一個問題這個議員怎麼看 這所謂的兩難其實就凸顯到了 來自於美國的霸道 美國的強勢 那以及荷蘭的弱小 就一邊是美國毫無道理的打壓 而一邊呢是自由貿易的自由發展 一邊呢是美國毫無利益 只有恐嚇 但另外一方面呢 對荷蘭來說 卻能夠實打實的賺錢 以及發大財 這才有所謂的兩難選擇 那為什麼荷蘭的總理呂特 還要特地到大陸 要再三強調 我們絕對不會對所謂的國家 有任何的制裁 我們出口絕對是OK的沒問題 為什麼他要說 他為什麼要展現好處 因為艾斯莫爾的發展 他的營收會影響到荷蘭的GDP一部分 而艾斯莫爾最很大的一塊收入來源 就來自於中國大陸 所以艾斯莫爾 從過去到現在 其實最好在大陸的一個收入 幾乎將近佔了四成左右 都來自於中國大陸 那麼尤其我們以最近的狀況來看 因為2023年艾斯莫爾 一開始就是接受了 美國的制裁的禁令 禁止對大陸出口 比較先進的一些設備 2023年的第三季度 這經濟慘不忍睹 就他只賣出了三台光刻機 然後同比暴跌九成 就幾乎沒有收入 那同一時間 因為華為出來了 所以艾斯莫爾也發現到 就是我們禁止他 他其實自己還是可以發展 所以不如趕快賣 趕緊就跟美國 下令延長四個月的禁令 說我們還是趕快四個月期間賣給大陸 那麼這四個月的禁令一開 就賣了多少台呢 就賣了450台 450台的光刻機 先前是賣多少 就賣三台 所以2023年整個一整年 它有將近三成的收入 都來自於中國大陸 而且還是因為有禁令的關係 限期四個月內 所以這在在凸顯了 對於艾斯莫爾來說 大陸的市場是不可或缺的 而且因為對於公司 它如果要有新的技術研發跟迭代 也一定要有龐大的資金 好 那麼可是呢 這個美國的一些打壓 那荷蘭它也不能夠不遵循 艾斯莫爾也不能不遵循 為什麼呢 因為艾斯莫爾的技術 也不完全都是靠艾斯莫爾自己 裡面也有非常多 包含其他國家的技術成分 有德國的也有日本的 其中也有美國的 那現在即便有消息說 它可能要搬遷到法國 一方面是因為 內部的反移民的政策 但一方面也說不定 是因為美國相關的打壓 不過呢 即便它跑到了別的地方 我相信應該還是逃不了 美國的長幣管轄 就只要美國有意願 它要禁止你出口 它就是有辦法禁止你出口 它總有千千百百的理由 可以來打壓你跟限制你 所以對艾斯莫爾來說 當然是比較困難的 不過至少 當前美國要求下達一項 新的禁令 那就有點離譜了 因為它是要求說 你不僅是不能出口 新的設備 連你已經出口的 你已經做好的生意合約 售後服務或售後維修 都不准做 那這對中國道來說 這已經完全沒有道理了 你不賣給我新的就算了 但是我已經買的 那本來有的合約 那有一些售後維修服務 你要做 但是現在美國 連這個都要禁止 那關鍵就看說 那荷蘭在這一項最新的 就是下週可能商務部 要去談的這件事情 那荷蘭會不會同意 好 中國大陸一方面是持續的 希望能夠拿到荷蘭的光刻機 當然剛剛議員幫我們解析了 這個荷蘭的態度 接下來可能會怎麼做 我們還要持續觀察 不過我們看到它對美國的部分 更是這個進口 NVIDIA的這個晶片 這是來自於路透社的報導 說這個有一個公開的文件顯示 現在美國的實施制裁之下 去年仍然是有數十間的 中國的這一些實體公司 拿到了NVIDIA的晶片 包括在2022年的時候 像這個背禁的中國的 香港出口的NVIDIA A100還有H100晶片 還有在去年的10月 被禁止出口的A800 還有H800晶片 好 在名單上面出現 買者是誰 就是這個哈爾濱工業大學 大家也會說這是誰 哈爾濱工業大學 是大陸的這個國防妻子 然後他同時也是這個 一流的一個大學 跟當地解放軍的國防工業 密不可分 所以習近平稱他叫做 國之重器 為什麼他可以繞開 這些限制取得晶片 建長怎麼看 我覺得你去看這些 國際間的這些封鎖 尤其現在在美國 主導這些封鎖 他的困難度大概有以下三個 第一個就是封鎖 你一定要密不透封 對不對 大家密不透封 反封鎖 我只要鑽一個破洞 我就成了 密不透封容易 還是鑽一個破洞 當然鑽一個破洞容易 第二個就是封鎖 要全世界各個國家 各個公司 大家一起配合 美國 日本 荷蘭 那樣的一大堆 大家一起配合 還有那麼多公司 你知道這些人都在各有所思的 你的利益跟我利益不一樣的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為什麼要那樣子 就是說我們一起來做這個事 人越多要一起做才會成功的 成功率就是越低 那反封鎖 就我一家公司 就我一個人決定 我決定要這樣做 就這樣做 你就知道一個人做決定的 是成功率比較大的 還有第三個當然就是商人無主國 這個東西只有美國在這裡 說不准不准 底下人通通會找這個灰色的區域 就好像一個父母很嚴格的說 不准你跟誰誰誰戀愛 你們就是相愛怎麼辦 所以就你很難去這個禁止 然後特別我要講一下 哈爾濱工業大學這個國防妻子 很多我們國人都希望說國防自主 我現在就舉一個這個例子 你就哈爾濱工大這個東西的困難度在哪 第一個你要做這個叫做國防自主 一定要三個東西配合 產 官 學 產就是市場 好不說大陸發展無人機很厲害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市場太大了 自己的這麼多民間的公司 在這裡做研發 不是每一個都國家給錢 這個力量才大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官一定是政策指導 政府一定要支持 這個東西是免不了的 第三個我跟你講大家都忽略 就是學 這個學生 你知道這個大陸的這些年輕人 從在大學他們就找最優秀的人 到這些學校去參與這些東西的 國防研發 可是我們在台灣呢 我們什麼人會到中科院 你知道嗎 我們的理工科的高手都不會去 因為那個薪水不高 誰會去你知不知道 都是考試考軍校考到中正理工學院 然後去的 所以我們的人 你想要最優秀的人去 很難做到 所以你想要做國防自主 想要落實 我就說這三個